网络最近流传一支以台湾二胆岛国军 被大陆无人机下的跑光光为标题的影片 第一时间金防部回应因为无人机在远距逆光 导致士兵未能及时发现 未雨已即落 却被军事专家打脸 而且更严重的是人跑光之后 实弹弹药箱竟然还留在原地 苦防部长邱国正今天也坦诚 训练不足会追究责任 金门大胆二胆岛一览无遗 国军弟兄准备运捕 好不容易终于有人发现无人机的踪影 下一秒的反应确实这样 拿起手机似乎在回报又不断反复抬头确认 在跑离现场有的人则是动也不动 但这正在拍摄的无人机可是来自中国大陆 近期周知台湾二胆岛国军被大陆无人机 洒了跑光光为标题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 配上轻快的音乐讽刺异味十足 但第一时间金防部却说是因为逆光 没发现无人机 哪里说逆光我就可以不按照SOP 那个画面很丢脸 部长我看那个画面看得很难过 是有训练方面缺失 但专家打脸直呼阳光从后面照过来 怎么会是逆光 更严重的是人跑了 装有实弹的弹药箱却留在原地 而官兵没拿出干扰枪硬处 让部长也怒了 还有两位爆料过去使用中国原料 制造飞弹 遭停全三年的厂商 同负责人的其他公司 竟然能继续承揽国防部表案 中共侵扰不断加剧 防堵国安漏洞 刻不容缓 就很多上位提报道